在115集预告的一开头,胡琳娜就出场了,跟群长时候的胡琳娜不同,这次登场的胡琳娜眼神之中泛着犹如黄泉路一般的红色光芒,本来胡琳娜天生就有一种魅惑人心的天赋技能,现在眼睛蒙上一层红色光芒之后,整个人都变得更加邪魅了,一双眼睛仿佛是能够固执一切似的,杀气会影响人心,过于旁大的杀气往往会让一名魂石崩溃,而崩溃最开始的表现就是双眼泛红,也就是所谓的杀红了眼,而黄泉路 这种东西,虽然说是用魂石灵魂拧练而愁的,但是她在杀戮制度中起到了类似于催化剂一般的作用,意志力不坚定的魂石很容易就会对她上瘾,过到影运之后再就会呈现出中毒现象,胡琳娜会主动找自己,唐三还是很惊讶的 同样是作为杀戮制度历练的年轻一代,这次胡琳娜并不是上门找茬,而是对唐三有一事相求,那就是希望能够一同冲出地路 为了能够让唐三相信自己,胡琳娜将自己的身份和盘突出 当然与此同时也将作为宝负的东西告诉了唐三 经过胡琳娜的无私分享之后,当今也是点出了黄泉路有毒的事实 这一波两个人可以说是互包互出了,也算是初步建立了一种网友关系